这一节我们看一下Trapcode系列插件的安装方法 这边我们先进入到模板替换 进入到Trapcode的目录 首先你要装一下主体程序 那这边双击一下Trapcode的Install安装程序 它会加载一下主体的安装界面 这边我们就直接点击Agree同意 那这边呢你会看到点击同意之后 点击Continue继续 提示你需要安装的这些插件 我们全部勾选 点击Install 那默认安装它是装在我们的C盘 我们也不建议呢把插件改到其他的地方 这个安装呢要花一点时间 所以中途呢也会有黑屏或者是闪烁 我们只需要的耐心等待它安装完成 安装完成之后 这边我们可以在这里看到 关于这个输入信息的地方 点击下这个蓝色 这边会有一个输入对话框的地方 那我们在这个文件中 如果你直接打开这个keys 任选一组的话 这边就任选一组 复制一下 在这个框中 右键 粘贴一下 点击下Submit 那点击下确定 点击下Close Close 再点击下Close 你也可以在你的程序中搜索一下 比如说Rate 输入之后 点击第一个 我们在这个地方 点击下Cancel 点击下更多 这边也可以点击输入 可以粘贴一下 点击下确定 那这边我们来关闭一下 那我们这边的 做完基础的安装之后 我需要进入到Trapcode 进入到中文化 把这个Trapcode的目录打开 把这些文件选中 右键复制一下 我需要还是进入到AE的目录 这边打开它的位置 通过右键属性打开位置 那这个文件安装到了 Commerce 然后medicode这个文件中 我们可以看一下 Trapcode在这个地方 那这个工具呢 是比较特殊的 它可能会把一些工具 分开去放置 所以我们在进行中文化之前 我们先做一个简单的移动 这边 重新进入到这个目录 回到上一集 进入到另一个目录 它的 我们在它的 Plugins的目录 还有一个Trapcode 那这些呢 也一起选中 右键 剪切一下 放在 我们之前的这个medicode的目录中 这样我们放到一起 继续 执行所有的操作 这样子都放到一起之后 你原始的这个目录就可以不用管了 然后我们再把中文化的这些文件选中 右键 复制一下 回到这边 右键 连贴一下 替换一下目标中的69个文件 所有文件都替换一下 完成之后 我们就可以关闭所有的内容 重新启动一下AE 启动之后 你可以合成 新键合成 确定 右键 新键 纯色 确定 然后效果中 找到RG Trapcode 这边可以任意的加载 比如说我们的 Particular 可以看到它的中文化的显示 或者是我们在上边 效果 RG Trapcode 我们再选择一个Soundkeys 那可以看到它的这个显示 或者我们再看一下 我们来选择一个Starglue 可以看到全中文化的显示 这样子我们对Trapcode的这个安装 就全部完成